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9月1日 星期四 昨天其實就是831集會 我們 其實也算是很開心 因為看到 在星期三也有那麼多人 下去 現場所見 我想起碼是過千人 因為 看到也算是站得很悶 當然沒有上次612那麼多人 因為上次612是星期六下午來的 放假了 所以很多人可以去 今天很多人要上班 我們看到原來 很多人在不同地方來的 有些在Walwick 有部份是Redding過來的 其實也有很多 黑池也有部份的網友錄了來 在我們酒店的網友 然後有一位特意在蘇格蘭 他要坐9個小時巴士 這個可以說是 超出我們的估計 因為在星期三 通常這些集會不會有太多人 不過這次主辦單位 我們只是幫忙而已 主辦單位也有很多人 主辦單位 他們也 很努力 黃茂俊 尤其是他召集人 我們昨晚就跟一班網友去吃飯 越坐越多人 最後 差不多60人 整個三樓 當時我們去那間酒樓 新龍鳳 食物都OK的 網友一直叫我們什麼時候再搞網聚 原來 很多很多的網友 是來到了英國 很多是今年才來的 有些是來到了幾個月 昨天十分之開心 其實是超出我們想像的 還有 昨天 大家也有看過我們直播 由於線路的問題 因為現場 最初是比較順暢的 後來很多網友投訴 為甚麼會很順暢的 是因為 現場太多人了 你知道網絡直播的東西 不是我的直播 而是很適合直播的 WiFi扯得盡 所以 會出現這個 很多時候會很適合的 線路是經常斷線 斷了幾次線 我直播的時候也斷了幾次線 所以希望大家見諒 逢是這麼多人的時候 直播也很嚴重的 因為以往 人多一點 已經是 線路很不穩定 昨天 我想有千多人 最少有千多人 這一節其實就想說回 這個 一個中國傳統的文化美德 為甚麼這麼說呢 正所謂 得人因果千年記 得人花大萬年香 新加坡的 副總理 訪問香港 王瑞傑 他 拜會 新加坡的 恩人 對於新加坡可以說是在造之恩 恩同在造 為甚麼 以往香港 最大問題 就是一個政制問題 如果政制問題能夠解決的話 新加坡 這一世 我覺得在我有生之年也不會超越香港 不過這個世界真的是峰迴路轉 新加坡 在兩年之內 不單止超越了香港 而且 接收了香港的人才 資金 以及 全世界 對香港的重視 連 亞洲的交通樓樓 航空樓樓 也拿了 新加坡章魚機場 世界排名第3 亞洲排名第1 香港 世界排名20 亞洲排名11 由以往的No.1 跌到現在 11 20 可以看到 為甚麼會發生這樣的情況 只是短短兩年 當然 其實主要就是一個催化劑 就是19年的 反送中運動 演變成時代革命 我們詳細的跟大家說一下這件事 說之前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當然 經濟環境好的朋友 經濟環境好的朋友 你們可以訂閱我們Patreon 因為現在暫時沒有月費贊助 我們銀行戶口也封在香港 香港戶口都封在香港 我們只能靠 其他的朋友 我們 給錢 他幫助我們在香港轉帳 出糧給香港的朋友 香港的工作人員 所以香港我們暫時沒有戶口 暫時沒有戶口 也不方便 給人家的戶口 英國的戶口如果真的接下來 我們要收回月費 我們只能夠開英國的銀行戶口 會開一些公司戶口 將來有先算 我們傾向 大家用免費模式支持 因為 經濟環境不好 大家都知道 我們那個 暫時來說也挺得住 所以我覺得 每個人都能夠付出的 有些時間 按LIKE 幫你看廣告 每人做得一步 已經可以令我們的收入增加了 謝謝大家 一直以來的支持 接下來我們也計劃11月 再搞一次妄罪 因為 接下來9月10月都很忙 11月開始冷了 所以 可能 搞妄罪也是很適合的 不過場地也很難搞 因為大部分都是藍店 我們這次覺得 起碼在英國 這次妄罪最少要放20位 甚至30位 所以 真真正正正的 要想一個好場地 說回 這則新聞 林鄭月娥卸任後 第一次接見外賓 就是在新加坡 或是新加坡 他有一個Official的割名叫新加坡 新是新舊的新 加是加 加減的加 新加坡 其他 新加坡 新加 也不適合新加坡 這個國家 其實 是香港的一個競爭對手 已經長年累月 從90年代開始就跟香港競爭了 一直以來 新加坡也超越到香港 原因是因為他那裏 不能說話的 新加坡人說 在任何地方做甚麼都可以 不過釣魚就不行了 因為新加坡的魚 跟新加坡人一樣都不開口 意思是說 開口很容易 得罪這個政府 很容易被人高 新加坡就是用一個 很 很嚴厲的管控 去監視 人民 自然很乖 只要你不反對政府 甚麼都可以 不要隨便說話 所以新加坡人就很少說話 而且 在各方面也跟香港差很遠 但是 一場時代革命 將香港 變成這樣 當然 新加坡我認為應該 應該把林鄭月娥專為國母 因為如果沒有新加坡 沒有香港 林鄭月娥這樣搞壞香港 當然 他搞壞香港 也要另外一個後面有人給他膽子 那個叫做習近平 在香港通過國安法 令到香港萬劫不復 令到香港 喪失了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國際航空交通樓 不是因為國安法 是因為疫症 也因為極端的防疫政策 林鄭月娥這些垃圾 令到香港 喪失了所有的優勢 現在 慢慢慢慢 會 暗吹而死 因為 航空公司不會再回來 外資基金也不會再回來 你這個地方 不是適合 做生意的地方 打劫 因為 你會去拉示威者 但是你的警力 不是我們拉劫匪的 所以劫匪就來打劫 到處都是搶東西 斬人 會成為黑社會天堂 新加坡 當然是要感激這位 恩同在做的這位女士 因為 北韓有一首歌 是歌中金正日 就是死了那個 沒有理 就沒有祖國 大家 打沒有理就沒有祖國 可以聽在手北韓國 其實很好聽 如果沒有林鄭月娥 新加坡真是沒有今天 不會變成 區內的 金融中心 交通樞樓 航運中心 甚至乎 外資 也紛紛撤退到新加坡 令到新加坡GDP升了多少 你知不知道 新加坡現在的金沙灣賭場 即是濱海灣賭場 已經是 超越了 疫症爆發 之前的生意 而新加坡已經基本上完完全全恢復了 生意做多了 資金全部留在新加坡 很多香港人也把錢調到新加坡 所以 他可以說完完全全 接管了香港的很多東西 資金人才各方面 你想想 有甚麼理由 看到這個恩人 不是感激嗎 很久也不該 沒你 我們沒有今天 所以 這位 真是很廉舊 這位新加坡的副總理 黃瑞傑 完完全全發揮中國人的傳統美德 我們最初節目 我們最初說的 得人恩果千年姬 得人花大萬年香 這棵花 有很長的香 不過 香港也是香 不過就是香了那個香 這節時間 先說到這裏 拜拜